嗨 大家好 我是Angel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妝容就是這個 淤青色眼妝 應該說是葡萄紫有一點帶紅的紫的眼妝 我覺得就是像帶一點暖色調的膚色啊 在使用紫色的眼妝的時候 可能要比較注意那種帶藍紫 就比較不適合我們這種膚色 可是帶偏紅比較暖一點的紫 就很適合我們 我覺得紫色不是一個很好駕馭的顏色 所以最近特別想要來試紫色的眼妝 就是偏紫的眼妝 那我發現這種葡萄紫、酒紅 搭在一起還蠻好看的 妝容的部分就繼續看下去 因為今天主要是示範眼妝跟唇妝 所以我就把底妝、眉毛跟修容 那些都已經先畫好了 那我要先在眼皮上打一層底 之前我在Kiko買的 然後我很喜歡他的這個顏色 就裡面帶了很細很細的珠光 那種貝殼光 我覺得這顏色很漂亮 我就用這個顏色先在我的眼皮上面打一個底 我現在呢就是差不多把這個眼影霜 上在這個半圓形的這個裡面 這邊 那這個邊際呢就是所謂的眼窩的部分 這樣子 那我先上了眼影霜之後呢 我再來打眼窩 然後上眼窩色的時候呢 我要用的刷子是這一支 這支 就是之前在Zellium買的 我覺得他的這個角度啊 我拿來刷眼窩非常的剛剛好 所以我最近很愛用這支刷眼窩 這個顏色 我要用這個顏色來做眼窩色 再在這個尖端之後呢 我會在手上稍微調整一下 從眼尾帶 帶到眼窩的地方 好 就是這樣子 做那個眼睛的輪廓 顏色就是加重到想要的程度 然後眼窩的那個邊界啊 就是一樣用刷子 輕輕的把它 暈染的比較自然 這樣子 上面畫完之後呢 我在下眼睛的地方 也照樣的刷上這個眼窩色 再來我就要上一個所謂的淤青色 也是Kiko的眼影膏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有一點 鑽紅 鑽紅帶咖啡 在手上面調整一下 用量 從眼尾的地方開始上色 從眼尾 那這個顏色它是霧面的 所以就是比較有一點收斂的效果 所以雖然它 感覺上好像是 有一點帶紅感的顏色 但是不會 不會跑 眼皮是不會跑的 對不起大家 剛才我上這個 水光眼影的時候 又沒有錄到 好 所以我就 再講解一遍 可是我已經上好了 就是一樣 這個 嗯 水光眼影 一樣用手指頭 用指腹上色 沾取之後呢 沾取之後呢 就直接從眼睛中央的地方 開始疊 前前後後 這樣子慢慢慢慢的疊 疊上去 然後 再用 另外一個手指 乾淨的手指去 暈 稍微把遠頭暈自然 那眼尾 因為眼尾本來就是深的 所以你就是 一樣疊到眼尾的部分 這樣子 好 那我現在要疊一些在下眼影的地方 再來呢 我想要 再把眼尾的部分 再加重點 那麼我要用的顏色是 Sikiko 的一個葡萄紫色 然後它也是全霧面的 加重在眼尾的部分 然後一樣的我下眼影的眼尾 我也會加一點這個深色 好 那現在呢 我就要 我要回頭再稍微 把最早的這個眼窩色 再稍微刷一些上去 讓它跟我剛剛加的眼影 可以比較融合 然後我也有在這個地方 稍微 加一點 就是加深眼睛的輪廓 好 再來呢 我想要把下眼影的範圍 稍微加大一點點 那我要用的是 這個古銅色 那我會加在 原本 原本已經畫好的那個眼影的下面 而不是疊在它的上面 就它們中間只有 稍微的疊到一點點 但是 不是完全的把它蓋過去 接下來呢 我就要把 剛剛的這個 古銅金的這個 顏色呢 疊一點在 瞳孔的上方 上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畫眼線 我用的是 Mark Jacobs的 眼線膠筆 嗯 變成睫毛的根部 先畫那些 先畫那些 畫那些 沒有畫的時候是這樣 畫好是這樣 那我本來就有秀 就是很久以前秀過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到 有一條黑的 可是 這個眼線筆畫的地方 比它稍微 在更裡面一點點 所以 畫完之後 的 眼睛會 更深邃 那內眼線畫好之後 就要來 拉外眼線 我今天也是畫一個 稍微 有一點點 上狼的感覺 的眼線 那一樣 就是從 下眼睫的地方 延伸出去 然後看我要拉到 多長 比如說我今天 可能想要拉到這邊 好 我就來 畫這樣 那我用眼線腳筆大致上 把眼線的寬窄跟腳筆決定好之後呢 就用眼影 再疊在這個眼線的上面 疊 這個 嗯 這個 有點像是 磚紅色 混一點咖啡色 這個深咖啡 是整條眼線都疊 那個深咖啡色 要讓眼線沿著 沒有那麼那麼 美麗 我現在要上一個眼線膠 是MAC的 這個有點咖啡色亮片的眼線膠在下眼線的地方 等於是把這個亮片疊在下眼線 這個亮片眼線畫好了 這個亮片眼線畫好了 再來 我想要用眼線液 就是眼線液 好髒 用眼線液 稍微把眼線的那個 底部稍微整理乾淨一點 就是沿著 最底部畫一條 補一條深色的眼線 那再來就是鐵甲睫毛 我今天選的這副是肩尾的 但是算自然 沒有到很誇張 但是它長度比較長一點 那我在貼的時候呢 當然第一就是要先把它 凹一凹 凹彎一點 比較可以符合你的眼型 比較好貼 把它平均剪 就是從中間這樣子 分成三段 把它剪開來 分成三段之後呢 先拿最中間的中間段 先固定中間再貼前後 這個好處是如果這副睫毛 它是有長短的一個分布的話 你就可以確保它 該在中間的那一段的長度 是在中間位置 那前後也可以就是因此而 就是對應 找到正確的位置 而不會因為說 位置沒有貼好 然後整個就位移 然後導致它的原本設計的這個 睫毛的長短分布 沒有按照它所設計的來呈現 就是夾好睫毛之後再來貼 這樣就是中段貼好了 然後我現在再貼前後 好 現在我兩邊的假睫毛都貼好 接下來刷睫毛 還有的是KISS ME 把真睫毛跟假睫毛稍微 刷在一起 雖然呢我以前很認真的刷了我的下睫毛 可是呢還是蠻短跟蠻少的 所以因為要讓上下睫毛比較對稱 因為上睫毛貼的假睫毛非常誇張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就要畫一些假的下睫毛 來讓它不要顯得那麼的可憐跟稀疏 我用的是咖啡色的眼線液 來畫我的下睫毛 來畫我的下睫毛 好像咖啡色不明顯 好 我要改用黑色 好 我要改用黑色 好 我要改用黑色 再來是唇狀的部分 那首先我要用BOXM這一支 遮我的唇色 唇周的顏色 然後用BOXM這支唇筆 然後塗滿這個層 那上好這顏色之後呢 我再用就是KIKO的這個眼影膏 疊在內側 這一支 這一支 我按你的金屬光唇 唇彩 它非常的亮 這是一種 金屬光的小 它會有一點金屬光的效果 想要強烈的話就是塗多一點 相較明顯 這樣子金屬光的那個效果 我就完成了 那因為我剛剛就是 唇 內側跟唇 腳的地方 有稍微用神色收斂 那所以點了金屬 在中央的話 它會比較凸顯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的狀容影片 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留言跟我互動一下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1 2 3 5 6